好了,我们现在去第十四个要点 如何其实被圣灵充满 这是怎样长期的被圣灵充满 第一是悔改恨无人赦免 离开一切罪的意念 言语和行为 就是说很重要 因为罪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 任何的罪 少年人很容易有情欲 情欲的罪 思想美女啊 思想女性啊 其实你在罪里面 你就觉得自己很误会 你就会不能得到神的喜悦 但你说神啊,你帮助我处理 你有这个情欲的时候 马上祷告神啊,帮助我 享受你,从神得利 因为你听神的话 神有一天为你预备最好的配偶 不要看到美女就说 这个就是神为我预备的 不是看外貌 是看生命 而且是神安排的 神安排的 神会感动你 也会感动他 神会带领的 所以就不要焦急 而且就不被罪影响 在这个时代 很多人在恋爱的时候 怎么样呢 就很容易有很多身体的接触 很容易有性关系 他没有想到 有性关系 在男性来说 很多男性觉得 这是我的便宜 贪人的便宜 但其实去破坏生命 因为这个内疚会跟随你 这个内疚会伤害你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我要尊重你 跟从你 否则 这个惩罚 这个管教 神的管教可以来到 例如大卫 他 亲近神 他很爱神 神喜悦他 但因为他犯奸淫和杀人 他就受很多的苦 如果他没有犯这个罪 一切的罪 带来很大的 很大的痛苦 所以你就求神 给你平安的心 有罪的意念 马上处理 很多人觉得很难 我有这个得胜五部曲 得胜五部曲 在哪里呢 在第十个要点 第一个小点 第十个要点 得胜五部曲 第一 留意到罪 第二 深信 罪的破坏性 罪必定破坏 破坏我们与神的关系 破坏我们的内心生命 破坏与神的关系 我们就憎恨这个罪 然而我不要犯罪 第三 圣经吩咐我们怎样做 圣经吩咐我们 追求圣洁 非圣洁 没有人能见主 然后祷告 圣经吩咐 圣经吩咐 得利 你要选择 圣经 要选择 选择 这个罪的意念 我要马上处理 我用属神的意念 取代 我亲近神 我享受神 从神得利 我就不会被这个罪 控制 或者是 有些烦恼 不觉得是罪 其实烦恼也是罪 烦不是 出于信心 就是罪 烦恼 为什么烦恼呢 因为不相信神的帮助 所以就烦恼了 但如果 你说 神必定帮助 我烦恼没有益处 我就选择 信靠神 信尽神 神必定开路 当你现在开始 每天多加美主 爱主 尊重神 你会发觉 你的生命 神一步一步地开路 你的生命就会 大大的蒙福 你会进入 很大的恩典 如果你 听我的话 开始这样爱神的话 我上一次见你们的时候 你们会说 哇 我上一次之后 到现在已经很大的祝福了 很大的改变了 我希望你 用这个得胜五部曲 留意到罪 不喜欢人 马上深信这个破坏性 然后圣经吩咐 我整天做了这些 思想都是正面的 然后祷告 求神赦免 求神 帮 加力量给我 然后我选择 顺服神 我选择 不去 憎恨人 不去 倾看人 不去 有 见淫 有淫念 不要有 什么不好的东西 就马上 求神 选择 例如 我用这个例子 你看到一个美女 你就很喜悦 你就看着她 看着她 你看了 你的心被吸引 但你心里面就说 这个罪就破坏 我就不要看 我不要想 我想耶稣 神为我预备最好 我听神的话 神为我预备最好 这个对付罪很重要了 好了 我们现在回到 十四点 这个圣灵充满 第一 悔改 离开罪 憎恨罪 对付罪 第二 圣经 圣经里面有很多宝贵的应许 我们抓住这些应许 你一生人都不会被摇动 我这样也会常摆在我面前 因为他在我右边 我便不去摇动 什么人 什么情况都不会摇动你 因为你知道 我爱神 神就为我预备 眼睛为神看见的恩典 我的一生必定盲福了 你就会抓住神的应许 跟着圣经 去赠从圣经 这个祝福就会来到 我希望你们都会抓住 神的不同的应许 第三 相信神很想充满我们 神很想祝福我们 神很想使用我们 每一个都想 不是我们宪爱神 是神宪爱我们 是不是 神在天上寻找 有人用心灵和诚实 的人敬拜他 圣经说 父要 其实原文不需要 是寻找 神是寻找 用心灵和诚实 敬拜 当你用心灵 诚实 敬拜 当你放心 对神放心 神也很喜悦 你发觉 耶稣 称赞谁呢 他称赞 两个 外邦人 都需要 信心 这个 白副长 相信 有病叫我全下 我说你去 你就去 我说来 你就来 所以你吩咐 就会成就 另外就是 这个嘉南的女人 这个女人说什么呢 你这是桌子上 掉下来 些小食物 我吃了 也很 对我也有益处 就是 些小恩典 都够用了 所以他去放心 一个是放心 神的权柄 神说去 就去 神说成就 就成就 第二个 就是说 你的恩典很多 你给我些少了 你跌下 些少来就够了 都是 对神有信心 信心很重要 希望你记得 神 你跟我说 神允许我放心 神做事 我放心 神做事 我放心 这是神应使了 他说 爱他的人 就 神为我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的恩典 我就相信了 我就放心 我就放心 不用他 前路 必要安排 神必定安排 这个就是放心了 而且是这样想 你看着我 其实我每一点 我解释的时候 你可以看着我 神在天上 有无限的恩典 福气 能力 祂的恩高 在天上等着我们 当你相信 神你很想给我们的 你也有很多恩典 神既不爱惜 祂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 舍了 岂不也把万物 和祂一同 白白地赐给我们 所以这些礼物 要赐给我们 我就是相信 你必定想祝福我的 你必定想充满我的 这种信心 祷告小说 神啊 你必定想祝福我 你必定充满我 阿里路亚 你必定祝福的 这种信心 你就可以 很容易经历圣灵 你现在坐着 闭上眼镜 你对神说 神啊 我知道祢很想充满我 我知道祢很想充满我 我知道祢因我喜乐而欢呼 而且祢的灵飞到神那里 耶稣 我相信祢 祢在我前后 软绕我 安守在我身上 神里的恩典够我们用啊 阿里路亚 我享受祢啊 阿里路亚 阿里路亚 我相信祢很想充满我 阿里路亚 感谢天父 祷告奉主耶稣 祭日圣明 阿们 有没有感受圣灵啊 有啊 所以这个就是 放心 信心 祂很想 是祂很想 我用一个比喻说 神已经淡恋 淡恋 我们 一万年 就是说 亿万个亿是一生还是四生 一万年 一亿个亿 一亿是四生的一生 就是万万年 祂都已经在爱我们了 所以 这是我们还做罪员的时候 耶稣已经为我们死了 一亿万年 就是说 祂已经永恒在爱着我 如果 在我们爱祂之前 祂已经永恒爱我们 如果有人很爱你 你开始与祂建立关系容易吗 如果你看到有人 常常偷看你 看到你就很喜欢 在笑 很高兴 在你谈话 你知道祂喜欢你 你跟祂沟通 难吗 不难 因为你知道祂先喜欢你 现在神也是这样 祂先爱我们 所以你回应神 神必定很喜悦 这个就是圣灵充满很重要的秘诀 第三点 第四 一起读看 尽量长时间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神是个灵 所以拜祂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敬拜 包括 心灵包括什么呢 思想 意志 感情 整个思想 认同神是最好的 意志 我决定跟从神 感情 我喜欢神 我与祂有深的感情 我是常常都喜欢神的 我看到什么都喜欢神 我看到你们经历圣灵 我也喜欢神 因为 是神令你们经历 我每一样事情都看到神 对我们的祝福 神令你们经历 这个 就我们用更长的时间 整个心灵 思想 意志 感情 神啊 你真好啊 耶稣 你真好 你会不会马上感受力量啊 耶稣 想着耶稣 很重要 你祷告小 不要向空气祷告 耶稣 你真好啊 耶稣 你真好啊 你不会马上感受 神的同在啊 你继续做 继续做 耶稣 你真好啊 耶稣 你真好啊 耶稣 我喜欢你啊 耶稣 神啊 你用心灵祷告 你马上会感受 神的同在 所以这个长时间 你试试用长时间 去爱慕神 好了 第五 正从神尤其是大使命 传福音建立人的灵命 训练和带领人去 侍奉神 因为 圣灵充满 是为了叫我们有能力 你将来可以很有能力 如果你有现在这个联系 开始多祷告 爱慕神 长时间爱慕神 你就可以大大被圣灵充满 在你还有时间的时候 常常爱慕神 好了 第六 处理生命 就是 所有的罪啊 负面思想 负面 感觉 情绪 被人影响都处理了 你有没有被人影响啊 有没有人的话影响你呢 我其实会 等一等我会讲这个 怎样不被人影响 这个就是 会处理生命 因为 有些人 经历圣灵 但他们常常忧伤 常常不开心 这个世界太多这样的人 太多不开心的人 首先你自己 医好自己 然后你将来 你侍奉必定有 很多人都忧伤的 你就帮助他们 这个末后时代 越来越多人 是有情绪的问题 一方面是 这个环境 改变 很多食物 不健康 里面有很多 不好 不好的东西 影响人的情绪 然后人 很多都不开心 所以影响其他人 而且事情困难 经济困难 所以很多人都很困难 但你 亲近神 你医好自己的情绪 你将来就能够有圣灵 充满 去祝福人了 然后第七 圣灵充满的人 安守祷告 和多参加圣灵充满的聚会 祷告会 就会保持圣灵充满了 就好像我们刚才祷告 你就感受 马上感受神的力量 你每天都这样做 如果找到人一起做 所以在神学院 能够这样做的话 他们也能够 能够长时间 被圣灵充满 就蛮有力量的 好了 这几点是说 我们怎样保持 不但去经历 但有人为你安守 不代表你就永远 圣灵充满 必定要保持 我带一群教友 去经历圣灵 他们都经历 但他们 他们回来 有些后来做了传导人 但有些后来 都是懒惰基督徒 因为没有这个心 欣赏神的作为 我当时经历 我非常欣赏 神啊 原来你是这么 充满爱 充满恩典的 我真的很喜欢你 真的很喜欢你 这个就能够帮助你 喜悦神 好了 然后经历圣灵步道法 这个十五 这是你圣灵充满 你多为人祷告 操练 你操练为人祷告 你越来越经历圣灵 然后你为人祷告 就可以带领人 信耶稣了 怎样带领呢 首先我们与人沟通 聆听人 回应人的困难和感受 建议与人的关系和信任 就是说 有邻居啊 有朋友啊 你跟他沟通 不需要马上讲耶稣 就去聆听他们 他们说 生活很困难啊 不开心啊 你就 接受 你说 我知道 辛苦了 这个时代 很多人都辛苦 我知道你辛苦 知道你不开心 我也感受你的不开心 这样的话 他们就会信任你 当你 关心他们 不应他们 然后第二 也可以讲 关于神的证据 刚才我已经说过了 现在不说了 有些人知道 神是真实的 然后第三 也分享自己有的经历 然后问他 你想不想 也经历圣灵的帮助 他想的话 你就可以 为他安守祷告 首先你们多操练 我鼓励你们的学校 牧师 也常常带领他们 这样 爱慕神经历圣灵 保持这个圣灵充满 这样的话 他们 习惯了 不想安守 都感受到圣灵的能力 那你就知道 圣灵的能力在你身上 你就可以 找机会 你的家人朋友啊 你愿意的人啊 你跟他沟通他们愿意的时候 你就为他安守祷告 你为了祷告之后 你就说 请你闭上眼镜 请问你祷告中有没有经历 有 你就问他 然后他告诉你有 那你就说 那耶稣这样快祝福你 你想耶稣以后祝福你吗 这是你 打告 问他 请他闭上眼镜 请问你在打告中有没有经历 他说有 你就说耶稣这样祝福你 你想不想 耶稣以后祝福你整个生命啊 那想的话 你就说 耶稣已经为你死了 耶稣已经爱你了 你悔改信耶稣 你就可以得救 你就可以有永生 而且神祝福你的生命 不但是有永生 神会祝福你 有些人说 神这么快 将钱给我吗 神不会马上的将钱给我 但他会重建我们的生命 重建我们的生命 我们就做工更好 就能够自己赚钱 不需要没有 就是有经济的问题的 这个你们需要 多操练的 我们现在操练一下好不好 两个两个祷告 我们现在操练一下 我们过来 操练一下 我也按手祷告 首先 首先我们自己祷告 会不会感受圣灵的同在 你祷告是不是 马上感受到 耶稣 有些人会感受很重的重量 降在你身上 我现在也感受 我站过来马上感受很重的重量 你们有没有马上感受到神 很轻松 轻松 这个是经历 因为 因为 前列的经历需要时间建立 但你觉得轻松已经开始了 你细细 请不吝点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